大家好,我是小程 今天我們做一隻可愛的小兔子 首先也是260長條 先沖氣 沖好氣之後 我們先做一個大概20厘米長的 長泡 接著我們做一個大概是一掌寬的環泡 一掌寬放進去 4個指頭放進去比較鬆的那種感覺 然後把它交叉到一起 做成這樣的形狀 接著我們做一個做4個大概三指寬的 三指寬的 4個三指寬的 炮 單泡 做這個單泡的時候盡量多擰幾圈 以免它閃開做到途中 或者我們用手這樣把它加住 三指寬 做好4個單泡之後 然後把它一起交叉到這個位置 一起交叉到這個位置 放到一邊 然後我們用一個白色氣球來沖氣 260倒也是 沖好氣之後我們先用白色氣球做一個4指寬的單泡 大概10厘米 然後我們用這個單泡 把它放到這個紫色氣球來 把這兩根紫色氣球 用這個白色的氣球 把它包裹起來 這樣的形狀 兩個節點 折起來 這個白色的節點要從這個套中間多穿兩次 多繞兩次 調整一下氣球的位置 接著我們把這個紫色的氣球 把氣壓緊 然後把後面部分 給它氣放掉 然後我們先給它打一個節 打個節之後 我們把這個彎過來 把這個剩下的尾巴 從這兩個白色氣球中間 塞過這兩個白色氣球中間 從下面這個位置拿出氣球 然後拉緊 把它盡量拉緊一點 拉緊一點然後繞到 下面這個節點上面 多繞幾圈這裡 繞好之後我們把多餘的氣球 剪掉這裡 然後我們把紫色氣球這樣子交叉一下 最後我們彎一下這個把它抓住兩個捏緊 這樣彎一下它 給它做一個弧形的感覺出來 做成這樣的感覺 接著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紫色氣球 調到這個白色氣球的中間位置 然後用手把兩邊慢慢扣開 把白色的氣球從這個環泡中間慢慢的塞過去 做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接著我們把這個白色氣球的氣往後面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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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壓壓壓 這樣留一節空餘的位置出來這氣球 繞到這個紫色的 火紙這裡這個節點上面 調整到前面 然後我們用白色的氣球 先做一個大概三指寬的單泡 三指寬 然後做一個小小的泡 這裡把它做成耳結 做成耳結之後 我們做一個兩指寬的環泡 兩指寬 把它繞到這個耳結上面 接著我們再做兩個大概兩指寬的單泡 接著我們再做兩個大概兩指寬的單泡 這裡再做一個小泡 做成耳結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兩指寬的環泡 把它鎖到這個耳結上面 用剩下氣球 再做一個三指寬的單泡 然後把它連接到 剛才這個脖子的位置 把整個氣球連接到這個脖子的位置 接著我們用白色氣球做一個大概兩指半寬 比三指寬稍微短一點點 的單泡 把它卡到這中間這兩個小泡的中間位置 再做一個 剛才一樣大的單泡 把它鎖到這個脖子的位置 抓住手 一起鎖進去 這樣子 好 鑽一圈之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白色氣球掐破 調整一下氣球的位置 鎖到上面 做成這樣的形狀 最後一步我們要做的是 把這個紫色氣球 這後面有四個泡 然後把它放成前面兩個泡 一邊移一個過來 這邊也是一樣的 移一個過來 移到前面來 部分人類的水 放在這裡 把水 切成多一點 取得 切成多一點 把水 切成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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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把上面的多余的气球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用一节粉色的气球 少冲一点点气 这里做大概一厘米左右的小泡 先把它两个焦插到一起 然后从中间给它分开 接着我们再做 这里一共我们要做五个这样的小泡 做成耳朵 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把多余的气球这里给它折断 剪掉 然后我们用一节绿色的260长条做一个小小的泡 大概是一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从这个花瓣的中心 这个还有点大 再放小一点点 从这个花瓣的中心 塞过来 做成一个气球五瓣花的形状 然后我们把它绿这个长条气球绿一圈 把它锁到这个上面 方式用的花就制作好了 最后我们跟它画上眼睛和鼻子 这样子一只可爱的兔子就制作好了 这样子一只可爱的兔子就制作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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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是我的 融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